自爆发新冠疫情以来,马来西亚共爆发超过99个教育感染群。 截至6月2日,全国累计于12000宗涉及教育领域的确诊病例。 为了降低病毒在校园扩散的风险,教育部长拉茨宣布, 所有学校从6月14日起到7月17日展开居家学习与教学课程,学生将居家上网课。 孩子居家上网课,父母居家办公,彼此24小时相处在一起, 如何安排彼此的互动和作息成了每一位父母的必修课。 我们鼓励家长在家里跟孩子必须要有一张属于一日作息的表, 什么时间起床,什么时间上网课,睡午觉,什么时间玩说,什么时间踏脚车, 所以这样一整天下来,时间很充实的,然后又有亲子共读的时间。 除了一日作息表,刘婉玲老师也建议家长多设计小游戏, 让孩子玩爽,增进亲子关系的同时,也可以促进孩子脑部的发展。 在家里我们必须也要布置一些角落,就是属于孩子的, 比如说他有一个娃娃脚啊,有一个积木脚啊,有一个做手工的啊, 尽量少看电视机,因为孩子呢,如果你坐着看电视机上, 他的脑是没有防身的,他是接收讯息罢了。 马来西亚政府6月1日落实全面封锁后, 甘小平开始居家办公,他遵照慈激幼儿园老师的建议, 为孩子制定一日作息表,让孩子充分学习和玩乐, 也陪伴孩子学习。 我们是有这个时间规定啦,就是每天, 他9点半上课至上到10点半左右, 他就继续做他来做的课业,一直到到12点。 那么下午的时间呢,因为他非常喜欢画画, 所以我就认他画画咯,给他古故事书的时间, 或者是做一些手工果也做面包什么, 我就会给他一个面团。 所以小孩子有那种参与感的时候,他们会很高费。 疫情把孩子们困在家中,家里变成了学堂。 家长若多花点心思,陪伴孩子一起学习, 让孩子停课不停学,等到重回校园的那天, 相信您的孩子一定很快就能跟上学习的轨道。 带来新闻于少连,李佳莹,马来西亚报导。